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4月4日11点22分联合报记者罗健旺及时报道清明廉价首日 新天清晨三点起南下车潮涌现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统计 携至上午10点台九县苏花改苏澳往东澳方向车流量为8687辆 先锋时段逆小时辆达1003辆平均每小时约700-800辆次 富裕孤到中午南下累计将达万辆次 第四区养护工程处车交控中心表示 车多时段平均行车时速约25公里到30公里 富裕季至今天下午三点以后可恢复正常速率 请用路人行前预先了解路况 富裕先规划行程为阴影繁忙车矿 销控中心依据交通状况动态调控速澳 东澳及南澳号至路口实质秒数 富裕用交通锥及LED车道指示牌面 并协同现场警力指挥书岛 销控中心借由隧道广播及LED加速牌面 引导用路人提升速度增加输解率 同时于CMS警广幸福公路阿普发布相关路况资讯 第四区养护工程处交控中心 此提醒用路人出发前请做好车辆安全检查 并参考路况资讯 遵照现场人员指挥循序渐进 进入隧道后请开启大灯并保持安全间距 在速线范围内尽量提高速度 并行驶左侧车道 信行右侧紧急救援车道 确误有超车等危险驾驶行为 南澳市区交围路段禁止临时停车 请用路人遵守配合 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表示 销控中心将持续全天后24时监控 并交通疏导 伊兰县警察局交通队及苏澳分局 全力配合交管作业 工程处提醒 用路人行车前可先至第四区养护工程处 网站参阅台九线苏花公路 苏澳东澳段通车宣导 了解相关行车安全须知 及各种行车管制规定 多利用公路总局智慧化省道 及时资讯服务 网http冒号双斜杠168.thb.gov.tw 或手机下载幸福公路APP掌握路况 并随时注意收听广播讯息 清明廉价首日 今天清晨三点起 南下车潮涌现 警方指挥输导 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为 因应繁忙车矿 销控中心依据交通状况动态调控素澳 东澳及南澳号制入口实质描述 费用交通追及LED车道指示排面 指挥输导图 警方提供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方提供